這個變化題我們要怎麼樣把它解出來 所以我是應該把這個 給它遠一點這樣子 自己先想想看 等一下的話實在想不出來沒關係 再稍微偷看一下 OK 偷看一下你再去做一下 還是關鍵還是要想 思考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我發現現在台灣的教育很多時候都填壓了 填壓意思就是說反正我趕快先告訴你答案你就照答案做就好了 但是如果沒有答案的話呢 你就做不出來 可是很多未來的產業就是都沒有答案 就像說這個Python很多同學說老師你怎麼會 對啊我怎麼會 我要自己去找答案啊我怎麼會 每個城市我都要自己全部run過之後才能教你們啊不然的話我自己怎麼會 OK所以 我還是經過那個過程 所以無論任何問題啦反正 即便同學問我的問題我可能也還暫時不會 這個 的話也沒關係 但是我確認一件事情 我確認一定是可以解決的 OK 那大家為什麼 因為 我覺得 因為我經歷過太多這種過程 答案都是自己 因為前面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答案 也沒有一個 就像 我要教你們嘛 我前面有沒有老師 我 我沒前面 所以後來發現說很多東西 都是自己要走在最前面 然後呢 你要怎麼做都 都對啦 因為 最後你要自己整理出一套東西 一套邏輯 好 所以 這裡的話 這一題 這個也是思考方向 那怎麼 怎麼寫 大家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類似像這樣子 那 執行出來的結果大概 好像有接近了 可是還是有些地方不一樣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應該不太 第一個 你可以一樣新建一個 module 模組 那這個module裡面的話 名稱也許你可以 取名稱叫for回圈 1.1 到 2.0 到的話我是用底線 1.1 底線2.0 這個名稱 然後呢 因為他要跑10次 從哪 從多少開始 從1.1開始 所以我這邊的話呢 forI 等於in Range 要跑10次 所以 從1 幫我跑跑跑跑到10 那這樣會跑10次 1 1到2點 可是呢 這個地方有哪一些是固定的 特別是喔 就是前面一定有1 所以呢 他一定會有1 那所以我這i i的值 裡面呢 假設啦 那你如果不用i的話 你可以另外再取一個變數名稱 用J啦 什麼都可以啦 不過已經 我就直接用他這個變數名稱 來用也可以啦 你用J也可以 不過你特別注意喔 這邊如果用J的話 這邊輸出就是J OK 啊他怎麼 就是把這個串放在這邊而已啦 那你用i其實也可以啦 借用他這個i的名稱 他也是個暫時可以放資料 那我就怎麼樣呢 他預設值一定是 一定有1 後面的話要加上什麼 加上 你每 增加一個 有沒有 增加 一個i 裡面的值的話 那就乘上多少 乘上0.1 因為 他 第一個出值值1嘛 1乘上 0.1剛好0.1 加起來的話剛好1.1 2的話呢 就加1.2 3加0.3 一直類推 加完之後的話 幫我print出去 所以你會發現喔 把它執行出去的話 結果 就會1.1 一直到2.0 是OK的 可是這邊的話有一個奇怪的現象 就是喔 他這邊會1.7 奇怪為什麼多一個 後面一個 這個 可能再 再看一下啦 不過裡面 理論上 他也許加0.1 他那個值 裡面是不是還多 很小很小的值在後面 這個 這個我也沒遇過啦 不過 假如 這個不是我們 也許有有興趣同學可以再找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如果你遇到這種狀況 要不怎麼樣 我就把它格式化 你還記得吧 前面我們講過吧 格式化到小數點的第1位 至少有3種方法吧 還記得嗎 第1種方法就是 用那個print 有沒有 加 我把這個 如果你忘記沒關係 一定有範本 範本在哪裡呢 上個禮拜 還記得嗎 就是 取到小數點的 第2位 的寫法在這裡 有沒有 但是我們是用什麼呢 這個 點 2f 那點2f是取到小數點的第2位 那如果他取到小數點的第1位 為什麼 點 1f不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以後特別注意喔 你以後要把程式寫好 除了要會寫之外 還要留下一些範本 因為喔 有些東西你可能忘了啦 沒關係 不用死背 拿範本調出來看 你要背部完的東西 反正照著做會不會 把這個改一下嘛 關鍵你要抓到啦 他前面一定是格式 中間一定是person 後面就是輸出的結果 所以如果把他套用在這邊的話呢 很簡單 第一個 你給他格式 格式的話就是什麼呢 點 1 f 對不對 然後呢 空一格 一個person 再空一格 意思就是說呢 那我輸出的話呢 前面這個東西 就是我的格式 把這個東西 格式化成這樣子 渠道小任第1位 試一下喔 應該沒問題啦 直接執行 OK 這裡的話 Nuts Nuts 看一下format 裡面的話 少一個什麼 這個 有沒有 所以有時候範本 很重要 你當然照著範本做 這邊少一個啦 有沒有 這個如果 沒有加的話 他會出現說呢 你這個 可能裡面的 一些格式有錯 把它執行一下 理論上應該這樣就OK了 OK 應該沒問題吧 第一方法1 方法2還記得嗎 用format 他format你可能忘記怎麼做的 沒關係 請你把那個範本叫出來 有沒有 前面一樣是 一個格式 後面點format 有沒有 所以格式 格式的話一定是 剛剛是用person 現在是用冒號 然後前面一定要有大瓜糊 這個又不一樣 背也背不完 怎麼辦 沒關係 你就是會有一個範本 那我們照這個範本做 比如第一個 把這邊改一下 先一個什麼雙引號 先一個雙引號 再一個大瓜糊 再一個冒號 插一個都不行 所以這個要把它背下來真是不容易 我該背的好像還是要背 因為你不背的話以後 突然常用的東西 你又做不出來 但不常用的話 你可能我講過了 你就是把它記在 你的範例裡面 或者像我的習慣是放在雲端 那我隨時如果需要 我就把我手機打開 上我的雲端 一打開我就知道該怎麼做 這也是方法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 點1f 再點一下 會有個format出現 那就把這個format enter一下 再把這個他的那個相關的參數delete掉 留什麼 留一個i 把它格式化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所以我的習慣是 先 雙引號 大瓜糊 冒號 點 2f 點1f ok 然後格式化 所以前面這個是格式 後面是把它格式化成第1位 要把它執行一下 不然還是有錯 哪裡有錯呢 又是這個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真的很難背 那你可以看一下它缺什麼呢 冒號點 冒號點 我看一下是不是冒號 點 1f 點1f 原來這個 原來這個 所以其實 打程式 寫程式的時候 最忌諱就是分心 最好是 可以專心 最好 不能一邊打 一邊講話 一邊講話的話 很容易就 因為我沒辦法 我要一邊講 然後一邊 一邊打程式 好 那執行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 只要一個小地方 所以常常同學說 老師為什麼出錯了 其實你要問我 我還是要看 我看很久 對不對 我又不是神 所以 我還是會拿 可能正確的來 比對一下 但也許這些東西 細節 你會發現 都會蠻多 就沒有問題 OK 這應該沒問題了 這是第二個 上禮拜講的 這些千萬記得 以後都會用到 因為 就跟Excel裡面 Excel裡面也會格式 如果 Excel很簡單 按右鍵 就是設定一下就好 但是在 Python沒這麼容易 OK 不過呢 如果你有些細節 假如錯了 沒關係 第三種方法 怎麼 用Round的就好了 怎麼Round的呢 在你要輸出的外面 包一個Round的函數 就好了 還記得吧 方法3 就是直接在這邊 加一個Round Round 然後錢瓜糊 後面的就是你要輸出的公式 逗點 取到小點第幾位呢 第1位 1就好了 OK 這樣就OK了 他就會幫你把什麼 剛剛的公式 外面包一個Round 取到小數點第1位 執行 後面東西都適時而無路了 OK 有沒有 所以這也順便 複習一下前面講過的 三種格式化的方法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 剛剛講 有沒有其他方法 當然有啦 如果還是有 請各位 直接可以試一下 那你會發現 這個有個關鍵 縮排的位置 有沒有 如果你把那個Prince 擺在前面 他只會2.0而已 如果你把他擺這個Prince 擺在這裡喔 他才會怎麼樣 每跑一次 就輸出一次喔 所以這個地方很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OK 為什麼要一直講 因為一直都有同學犯錯 一直問說 老師為什麼你輸出的跟我輸出的不一樣 我一看 你縮排位置跟我放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 因為他們比較沒有那個縮排的概念啦 那我一直不論我教任何程式語言 我都會一直強調 縮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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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他沒有要求要縮排 但是你就要自己要求好 否則的話呢 程式做出來就不是你要的結果 好 那這個是變化題部分的說明 那再來就是有關那個 我如果1到99我只要加總基數的 怎麼做 如果要加一個基數的或者偶數的話 那我們這邊可以用一個Break的敘述 這個Break意思是說 離開 回圈 OK那這個地方Break意思是說如果我今天要 只有基數的話 那這邊大概也比較有個重點 就是說 我怎麼知道基數 才能加 偶數不能加 所以如果基數能加偶數不能加的話 那我這邊裡面放一個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 如果 I這個裡面的值 他能夠被什麼呢 能夠被2整除的話 那他是應該是什麼 偶數嗎 可是如果 他最後那個 就是 這個 Person 是求於數的意思 除完2之後 餘多少 如果餘1的話 那怎麼樣呢 那他基本上就是基數啦 有沒有 不能被2給整除啊 餘1的話 那我才去做加總的動作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可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那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先練習一下變化題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如果做完那個變化題的同學 我剛剛有講過啦 就是 第一個 這個 4i in range 1到10 所以我們要跑 1.1到2.0 跑10次嘛 再來的話 i等於什麼 i等於1 他裡面一定有 1加上 0.1乘上i 有沒有 然後print出去 不過他會有格式的問題 因為在1.7那個地方會多 0.0002 多一個這個 那我要把它 這個弄掉的話 有同學會不會說 老師我不要用這麼麻煩格式 我乾脆做個邏輯判 如果是1.7的時候 我讓他取 不過這樣好像也蠻麻煩的 不如就全部把它格式化好了 那剛剛有三種方式啦 這三種方式 請特別注意喔 以後都會不斷出現 只要你要輸出資料的話 一定會牽涉到輸出到小數點第幾位啦 OK 那試一下 另外那個 如果我要取得 加總的結果是基數 或偶數的話 這個地方怎麼做 要不要拿來 你擁有其中一個 我可以消失 你可不能給 triangle